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美国消息我们就报都很晚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开始投票 投票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 然后最终是投完票 他在计票的时候才会出现故事 投票他确实没有什么 我看到柯文哲跟他太太已经去投票 其他消息没有太多 所以跟大家分享几个美国的消息 主要是川普的消息 因为很多朋友确实在我们这儿等着川普的消息 川普今天昨天晚上跟今天 同时在两个案子上 不同的案子上 就获得胜利吧 只能讲获得胜利 说实话不知道川普身上到底有多少case 一个是俄勒冈州的 俄勒冈州的是第十次修正案 第十次修正案有人去告 然后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就给他递扣了 拒绝接受他的case 说我们作为俄勒冈州最高法院 我们没有权利 我们没有权利触及有关选票的问题 就给他推了 那很显然这个做法跟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那个故事类似 那故事呢是他们做了判决 这个最高法院干脆才也明白 因为整个故事都到了 已经到了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 所以州最高法院根本就 他连碰都不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明智道理 那而状告川普的一方 就基本就是胡来 对不对 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是胡来 所以他就在美国35个州 找到相应的人 只要能够他找这样的人 至于他之间怎么找到的 并不清楚 以同样的理由 同样的壮志 都告到各州法院 蒙州一个算一个 就是他甚至说 他蒙不着 他知道蒙不着 他们自己肯定很清楚 但他们就这么乱来 这就是今天 今天美国社会 你讲人的品质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这样 那法律就是法律了 那人家告了就是告了 对不对 所以没跟你说 我们律师 真正背后的是一群律师 那这群律师 他不用费用 那你我不是律师 我们俩要干点活 光这律师费 门还没打开 你就得给人多少钱 所以他律师就 就是这行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有朋友知道 他说 在纽约是在加拿大 多伦多 现在都用Airbnb 对不对 就是个人家里开旅馆 很多的apartment 就是那种公寓楼 或者说豪华的公寓楼 人家不是不允许做Airbnb的 因为Airbnb 牵扯到太多的个人安全问题 各家隐私的问题 那有些呢 我知道比如说 他限租 短租可以一个月 三个月 他是这么来的 那一个月三个月 如果短租一个月的话 如果允许的话 他能钻控 对吧 那一个月跟一个星期 他确实可以钻控 但是 在很多都是不能的 他比如说最少三个月半年 他这么说法 但有些律师 就大批的买这样的房子 比如在纽约中心 就是旅游的地方吧 加拿大中心 他干这行 他干这首活 那干这首活 肯定管理公司就告他 对不对 告他他打呀 他是律师 那管理公司告 还得雇个律师 还伺候他 就打打就打不下去 因为 那你管理公司 任何一公司 他得用钱 他自己不用钱 他自己的房子 他就这么打下去 所以这就是 我跟他 因为这故事听太多了 所以 所以这是 所以通常 原来我们也很崇拜 法治社会啊 这些 现在在我眼睛里不是 当强调法治社会的时候 其实是道德沦丧的时候 这个 这个基本上这样 在川普的身上 就表现淋漓尽致 一切都是法律的 一切几乎都是道德沦丧 针对川普 所以就这就是其中的一个case 那另外一个case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曼哈顿的一群 普通人 然后他说被欺诈 原因呢就是一些电话销售 那电话销售呢 他就接着一些电话 说这电话销售里面 牵扯到川普 说川普在曾经排过那个电视片 叫学徒 在学徒里面呢 川普介绍过这家公司 然后他们就把川普告了 说他们去 受了电话公司 电话推销 然后接受这个买卖 有赔300 有赔500 有赔5000 有赔2000的 就告 告川普 他说这种事 那结果地方 应该是曼哈顿的地方法院 就把他dequeue掉 就是dequeue掉 意思就是 全都给他废掉 就是你这根本就胡来 你根本就跟他没有关系 结果最后还剩几十个人呢 最后就剩了一个 他叫集体诉讼 川普去年就针对这案子 就过过手 交过手 大概是交过手的时候 当时把集体诉讼这条 就给废了 因为集体诉讼要钱要多 你就变成了一个 他的所谓欺诈的性质改了 那后来川普 这一次呢 只剩下三个原告 但三个原告都不是纽约州的 所以法官就把他们都发配回原州 说你想告 你去加州 你去加州 密西根 你去密西根 所以川普今天就赢这么两个case 大家听起来 可能我看起来我也觉得怪怪 但是呢这两个case呢 比如说俄勒冈州的那个十四修正案 第十四修正案 各家媒体都报了 那这有关欺诈的一个案子呢 是在这个business insight 商业内幕当中的头版 反正一有川普就是头版 我不知道川普自己知道 不知道这案子 但他是个案子 所以这就是今天川普 我跟大家描绘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想干点事 真想突破现在这一份就是在人类社会中衰败所营造的这种网络也好 这种篱笆也好 你把它叫什么都成 那真的是不容易 但这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是他个人 这就我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当个人出面的时候 去针对机构政府 无台湾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到 其实他真正能够取胜的是道德 是道德的信念 不是他 不是任何其他 因为你从法律 从金钱 从任何一个角度 都不是那么回事 政府跟你打官司 你有多少钱 你能跟政府对赌 美国司法部搞他 你有多少钱 你能跟美国司法部对赌 我为什么用对赌这词 在北美 在加拿大很多赌场是政府 背后是政府开的 赖昌兴出事的那个 那个大瀑布那个赌场 那是安大略省 省政府财政厅背后是老板 那你怎么跟他对赌去 对不对 你说我去玩行 你先挣钱去玩 OK 他说祝你好运 我不知道了 因为赢了钱不会输手的 输了钱也不撒手 所以两头是鬼 这就是我们先 我举的这例子就是 其实你看到是一个沦丧的问题 那个人就显得就不太一样 对吧 俄勒冈州最高法院 对川普的有关选票的 就给他 就把他质疑的 就给他死亡了 州最高法院表示 他无权有关做出任何裁决 但为未来的情愿敞开大门 他这个没有意义的 这是福克斯新闻报 他就说我没有权力弄 那谁有权力弄 最高法院在弄 那你问我干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最高法院已经take this case 是缅因州的 跟缅因州的和这个 科罗拉多州的 2月8号 所以这就变成 这个案子就等于就没用了 所以我眼睛里看到是另外一个 法官取消了川普对 叫ACN 叫视频电话有关审判的问题 这是今天下午 联邦法官取消了 即将对川普和川普企业的审判 原因就是支援了一家 所谓营销公司 那裁定呢 曼哈顿联邦法官说 根本不审理此案 原定是1月29号 结果现在把这个案子取消了 涉及到几百块上千块 注册费 研讨会 用爱峰时代过时 什么电装置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就说谁都想在川普身上 挣点钱 因为川普身上呢 可能这些人 会有另外一种看法 因为左派媒体不喜欢川普 所以喜欢用川普的丑闻 所以这就是 我只能说叫乱七八糟 但这样的结束 你可以看到都在 2024年结束 我乐意把它看成 其实是在归正的过程 这是我乐意看 具体案子真的没有意义 那我们个人争取 看到是一种天象的变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